政府有必要对人民有做一个交代 比如说你要用什么钱 要让人民知道要经过人民同意 但是在现实上来说 用的每一分钱每一块钱都让每一个人民都知道 都来同意这可不可能做不到 所以就有一个方法 就是议算来说我们政府的经贵要透过议算制度 而且这个议算制度要经由代表人民的什么 民意机构 可能比如说中央政府就是立法院 地方政府的各级的议会的审议通过 这是说我们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知道议算在我们整个的 这个公共领域在政府的运作上来讲 它的一个主要存在的一个目的是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议算我们知道它的性质意 但是议算来说我刚才有讲 其实议算这是一个说实在也算是一个蛮专业的东西 加专业的意思是会计协议里面的一部分 你这个专业的东西来说本身就不是很好懂 你如果本身没有受过这相关的训练来说可能很多人的议算都只有停留在哪里 这个议算这两个字的名词 但是议算它有很多它的法律的规定 有很多它的编织的这些原则 这个可能一般人来讲可能就不一定清楚 然后除了说它的专业性以外 而且议算来说它也是有高度的政治性 为什么有高度的政治性 你只要议算这个决定了以后 这就等于政府资源的一种分配 那政府资源分配来说 这当然尤其是在像立法院或议会来说 这是很多很高度政治性的一个场域 在这里面各方的势力各方的话 大家当然都要争取资源争取这个议算的分配 所以说这议算也是审查 也是各种政治势力一个角力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议算审查有它的一个特质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今天安排这个时间 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 政府议算的一个审查 那打算跟大家做这几个内容的一个报告 第一个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议算的一个前沿 就是议算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二个部分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议算来说 议算是一个概念 但是议算它呈现出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就是议算书 那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议算 有议算书但是没有看过 我们可能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议算书大概是长得怎么样 它的内容包含些什么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那议算来讲常见的一些书师 比如说那一般来说 政府在编议算的时候 站在我们审查者 那是说议算的书师没听到 在政府来说没听到 这就是他们编议算的美国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讲 那当然再接着的话就是说 在实务上来讲 我们怎么样子来进行议算的这些审查 这个比较实务面 最后来说我们做一个结议 这是今天的课程内容 打算要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介绍 那我们就依序来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首先第一步有关前沿的步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议算的有一些基本的观念 当然可能要跟大家介绍 议算政府议算的意义 我们了解什么是政府议算 第二个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说议算的功能 以扮演什么角色 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议算 为什么会跟我们的一些观念 可能会有不一样 那就是说我们整个财务的理财原则 那第四个是说议算来说是数字会说话 我们知道说议算很多都是透过什么 议算数都透过什么 阿拉伯数字 我们不是听着说这个数字怎么呈现出来 我们事常都讲讲说数字会说话 数字怎么说话 那我们数字怎么让我们来沟通 然后再来说那我们议算资讯 它的架构到底是来这里的说什么 议算这个整个 然后最后来说再跟大家介绍 这有很多是我们可能我们都时常听到 或者想当然了 但是在我们的法律上 我们的议算法来说 对有些议算来讲 它有一些名词来说 却是一个法定的名词 那我想这是第一部分有关这样议算基本概念 来跟大家介绍是这些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议算的 政府议算的意义 政府议算的意义来说 这个坊间各种有关政府议算的定义很多 那我个人是蛮喜欢用这个是黄世鑫叫做一个政府议算的意义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知道政府议算的意义来说 我们知道说政府议算 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 我们讲说第一个它是指的是什么 政府预算是指一个政府 一个政府以政府为单位 我们才说预算是不是只有政府才有预算 不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那有没有预算 有啊 每一个人 我一顿的薪水而已多少 我要怎么用 要付房租 要吃饭 食衣住行 娱乐 我们每一个人会不会做个安排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在做预算 我们每一个家庭有没有预算 有啊 每一个家庭来说我可能 我家庭的收入多少 我可能要买房子 房屋贷款要多少 我小孩子的要不要读书 也是要读书 我教育基金要多少 其实每一个家庭也都有在做 所以预算并不是只有什么 其实各种组织都有预算 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讲什么 不是在跟我们探讨这些 个人或家庭的预算 我们是在讲的是什么 国家的预算 一个政府的预算 而且这个预算来讲一定是指一定期间 我们知道说 我们就想说什么中华民国万万岁 中华民国有没有可能万万岁 全世界有没有哪个国家万万岁 这个我们说这个一个企业通常来一个组织一般来讲是三年到五年是一个存活的一个关键 在管理协商超过十年就已经是不简单了 如果说有超过百年来说就很值得大书特书 百年老店公共可以做很大的 有没有千年啊 有没有哪一个企业是纯细千年 千年的话大概是只有什么 我们以前看那千年有千年老妖吧 真的企业 一定要有这个期间的观念 可能我们预算是中华民国104年的中央政府总 这就指的明年度一年度 又是说什么我们的什么经济建设三年计划五年计划 十年的什么像那个有很多什么四年经济建设第一期第几期 你不管怎么样但是时间都总是有一个期间观念 而且它的什么样计算它是为了达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目的 所以它的目的不是单一只有一个政治 其实现在要考虑到什么 你政府的计算会不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 会啊 你这个政府你的计算里面 你要盖多少高速公路或投资多少基础建设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 会 会不会达成我们的社会 会啊 政府说我们要照顾弱势 那你照顾弱势这不是说 航水保持 香港的公共的 我要照顾弱势 这个就叫做照顾弱势 我们可以来检验说 你说要照顾弱势 你的社会福利支出 在你整个预算的比例多少 有没有增加 所以说它的目的来讲是 考虑到政治经济跟社会这些目的 然后还要什么 根据你国家的施政方针 你国家到底你这个国家到底主张是什么 像英国的工党包守党 有的是站在比较资荒的 比较资荒的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有的是他政党的施政方针 有的比较偏向于资荒 有比较偏向于什么 劳方 哪一个对错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最少你议算来讲 你一个政府 有没有你的一个施政方针 那些施政方针来讲 就是要落实在这个什么 议算里面 然后还有什么 国家整体的资源跟国民负担能力 为估计基础 这个议算来讲你在编的时候 不是说知道你自己随性 高性怎么编制 还是要考虑到什么 国家资源跟国民负担 所议定的一个财政收支计划 其实政府的计划有很多种 议算是其中属于什么 收支计划 财政的收支 我们政府计划有很多 但是议算是这样 也就是正由政治程序所为的国家资源 这刚才我跟大家讲过 议算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高度的 议算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的审查以后 才会什么 才有效 所以它是一个很高度政治化的 然后最后不是一个什么 你一个国家的一个什么 资源的一个分配 你钱到底要用到哪一个单位 或用到哪一方面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政府认 在以上来讲是 我们政府议算 虽然这种定义不是一个很理想 但是他就是讲得很清楚 那再来的话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说 议算的功能 议算的功能 其实讲起来很多 可以讲很多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这三个是我们议算来讲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说是最重要的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什么 它是强迫规划 这个任何一个的话 你要编议算来讲 你没有规划你编编的出来议算 你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议算怎么变得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强迫你政府必须要做 因为有议算 所以你政府就必须要规划 过去说我们以前议算议算的孙子病 多算胜少算不胜 更何况无算乎 政府来说施政一定本来就要有计划 所以说计划有很多种 但是你规划来说议算是可以强迫 你要进行规划 你没有规划 你议算绝对编不出来 第二个来说就是预算可以提供衡量绩效的一个标准 我们知道说我们衡量标准可以有很多种 但是有很多的衡量是这种很主观的 有很多什么如果预算也可以来提供 而且预算的衡量标准是非常怎么样 非常客观因为预算来说 它都是很具体的数字 你做得到就做得到 做不得到就做不得到 而不是那种东西的话就是什么 很多是很主观的 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女生很漂亮 这个漂亮这种东西是不是很主观 有的人这个女生看起来很多人都觉得好漂亮 但是有的人都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啊有没有可能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漂亮这两个字是很主观 而且每一个人的喜欢也不一样 你跟我说很漂亮我不一定觉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预算来做这个标准 可能就很具体 你说这个是百分你的预算的达成率是百分之一百 跟预算达成率百分之之八十 你要跟我讲说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一定没有人会说百分之一百比什么 比百分之八十差吧 这个东西就很很客观 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今晚马英九政府不许一的不许一的 好像一副很无辜的说为什么他留得很认真呢 为什么人民都无感 都无感的原因是什么 你说你不知道大家百姓跟你没有感觉啊 对不对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们台湾一国会说叫做什么 你做到老公我们就贴到老公 为什么因为你的衡量标准可能是他就觉得他很认真 但问题是百姓会觉得什么样 你不够具体啊 你讲的他认为说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或者是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 比如说啦 我们政府来说去年来说 我们政府说要邮电酸涨 对不对 马英九讲说没有啊 我们这个也影响不大一个月不过才差两三千块 这个其实涨这个有时候大家为什么会反弹那么大 我不是想说是不是 对啦这个两三千块的水电汇来对 如果一个月收入是十几万的人啊 高所得者 你一国你看水电汇涨个两三千块 有没有很大影响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如果一个月对三万块五万块在过生活的人 的家庭 你如果涨个三千块有没有影响 有哦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什么 标准不一样啊 我们的 马总统他还在媒体上讲说 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为什么人民都 他还认为说是老百姓不对啊 大家怎么这么小气 连三千块都要反弹 但是他不知道说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预算来讲 他是一个很好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的这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啊 因为什么样子 因为他的预算来讲都是透过会计透过数字啊 这个 这个数字这种东西来讲啊 这种 你如果以前我在我在还没当校长以前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 有时候如果每一年如果说交到那大一的因为我本身是在会计系交会计 如果说大一交到粗块啊 通常来的学生 第一堂课我会做一件事情啊 我会请同学 你就拿每一个人就拿出一张纸头来 拿出一张白纸 每一个人就尝试着去什么 写出你 表达你个人或你家里的什么 财务状况啊 你知道有很多大学一年级的新生 他会来念会计系 并不是因为什么 他 他了解会计或喜欢会计 他只是大学联考分数落点在会计系 他就来念会计系 他其实会计我他完全都不知道 那通常来讲叫他们写的话 我会觉得说那真的是五花八门 很好玩的 你要有的学生会说我有 我有现金多少 我衣服多少件 有什么 那有小小猫几只小狗几只CD几片 那有的时候只差没有说 他把爸爸妈妈几个 因为对很多小孩子来爸爸妈妈是他们的什么 是他们的提款基压是不是 你会看起来写出来 因为没有学过会计的 没有学过不是用会计的方法 他们表达只是很简单的表达 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底的你的财务状况 这个 我们 但是 通常来讲我会说 把他们这个留着 比如说经过一年后 如果说 上完了一年的会计协以后 我会把这一张再交回去 再发回去给每一个同学 我说你自己看看 你有修了一年的会计协 你来检讨一下说 你当时没有上跟 你现在上了以后 你觉得你当时的表达 有什么问题 每一个人就试着自己去改自己的 什么 你的财务状况表达 有没有效 很有效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学生他这时候就会讲什么 就会有借贷观念 会有什么 会计科目的观念 他会有一些 很多 他就 他每一个都会觉得 对啊以前为什么 为什么写的这么好玩 这个是 我们知道说 会计来讲 计算就是可以提供这什么 衡量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 计算的第2个功能 那第3个功能就怎么样 有助于沟通 沟通的话 我们知道说 政府跟人民之间要不要沟通 就是我刚才讲的 政府的钱来自于哪里 来自人民 那人民为什么 为什么人民要把钱交给你政府用 那所以说 你政府本来来讲 你就有这个义务 要跟人民说清楚 讲明白 我们这个钱用到哪里 或者我们这个钱要用什么 那 怎么样子来跟人民沟通呢 我想 预算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可以说 我总共 中央政府一年的总预算是一兆2000万 那一兆2000万我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什么地方 那 大家说得清楚 所以 人民的话 才会怎么样 你要 给他课税的话 人民才会什么 才会心甘情愿的缴税 要不然来讲 你说 没有事情叫我把我自己口袋的钱 拿给 拿给政府用 谁愿意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 预算的功能 最重要的有这几个 好 那我们 接着来讲 讲说 预算来讲 为什么 我们政府的 政府的 预算来讲 他的重要性 他的存在的话 就是说 我们政府的 预算的 财务的 理财的 原则也不一样 我们一般 财务的 理财原则大概 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两 两大类 一个是什么 个人理财 一个是公共理财 个人理财是包括 像我们个人 或我们家庭 或者是 我们的公司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什么 个人理财 那个人理财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什么 我个人来讲 我钱够不够用 我赚钱或亏本 最后都是谁来承担 你个人自己承担嘛 我入不敷出 我个人钱不够用 这个 没有钱要去借钱 也是我自己要去借 有没有人会帮我 我公司经营我亏本 有没有人会帮我付钱 不会 这个都是我谁 我个人要承担嘛 那公共理财呢 公共理财来讲 他基本上 从质义上来讲 他就是理的是什么 大家的钱 公共的钱不是我的钱 所以公共理财的话 他一个特质就是什么样子 他这个理财的成果 或者他结果 跟个人有没有关系 没有 我 可能包括的是 比如说各种的财团法人 社团法人 或者是说什么 甚至包括我们的政府 我们政府如果说钱不够用 或者是 投资亏本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总统 需不需要拿自己的钱出来赔 不用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不是说 我们的劳保基金不是又委托那个投信 他是说不是又去什么 武币 或什么又亏了多少钱 那你看亏了多少钱 亏了就亏了 那政府有没有说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总统或行政院长要负责把这个钱弥补 没有 所以这个公共理财来讲 他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 他的这些理财的结果来讲 是由公众 公众来承担 不是由这些 政府来承担 所以说 这个个人理财跟 公共理财有这样很大的一个特质的情形之下 所以发展出来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什么 理财原则 个人理财的 理财原则是什么 一定要 量入为出 你要支出多少钱的一个前提 你一定要考虑到说 你的收入是多少 最好是说你赚100块最后你花80块 你绝对不要什么 花的超过你的收入 你赚100块你最好花80块 最多最多你只能赚100块最多就是花什么 花100块 你可不可以花超过 不可以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个人理财如果超过的话 到时候你可能你就会怎么样 会入不敷出你就会 过产 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说我们有朋友习惯 他的理财原则不是 这种量入为出的 每个月都 钱都不够开 这种朋友我们要怎么办 要离他远一点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你不离他远一点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向你借钱 借钱以后最后一定会怎么样 会给你倒闭吗 会给你你会去倒闭吗 你会去倒闭吗 所以这个个人理财 他一定一个前提就是说 量入为出 但是公共理财呢 他的话 他的理财原则是 量出为入 我们知道说量出为入是什么 公共理财来讲 我们反而在控制的话 不是在控制说 你的支出是什么 而是说 你的支出是不是有必要性 如果说你这个支出是有必要性的话 我们就 不能够说用没有钱就不做 就像我们政府来讲 有些事情是你一定该做 你 至于有没有钱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不能说 你没有钱你就不做 这个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年是103年 那应该是 民国97年次的出生的小朋友 是不是今年要念小学 对不对 那政府可不可以讲讲说 那我们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们是不是 97年次的小孩子 全部都我们 国民教育 小学就停办一年 民国97年出生的小学 不要去念小学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这一年次的小孩子 他该念小学的时候 你不让他念小学 你说再过5年再让他念小学 小学一年级可不可能 不可能啊 但是这些人你不让他念小学 以后这些人 我们国民素质 会不会降低 我们可能97年次的小孩子 以后文盲 比例会特别高啊 所以这种东西的话 你政府 这个 国民教育 这个是一定要支出的潜力 政府能不能说 我们没有钱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事情不做 不可以 同样的 那至于说 那没有钱怎么办 没有钱那是另外你怎么去找钱 怎么去 去 去客税 或是去加税 或者是举债 或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再讲说 这个 但是你 该做的话 一定要做 所以在控制上来讲是 那如果这样子政府是不是可以随便 随便让你 你喜 既然你是量出为入不是量入为出你是没有钱也都可以做 所以是不是可以随便让你钱乱花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整个的 对于公共理财的话 我们会比较 严格来控制的是要求 你的支出是不是必要性是不是合法性 那支出的必要性跟合法性来讲 如果说这个是必要合法的话 那另外的是其他的 的问题 如果去找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 这一个要控制你的一个支出是必要性合法性的话 所以我们就有我们这个什么 议算制度 议算制度是怎么样 议算制度的话就是说 你任何的支出的话 你没有议算你钱绝对不能用 这个控制你的 那你的议算要经过什么 经过代表人民的 民意机构来审查 没有经过人民机构的 审议的话 你这个议算是无效的 那你议算如果在执行的话要有各级的什么 主计单位的监督 那最后事后的话还要有什么 审计部的结算的一个控制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 公共理财的话 我们是量出为路 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 来控制他的支出 而不是用说你也没有收入这样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支出只要说你有经过很严谨的控制的话 那你有没有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要找钱那是另外财政部的事情 找钱的话我们知道说 政府的钱 从哪里来 大概政府的钱大概不外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当然政府的钱 最主要应该是来自于哪里 克税 对不对 克税是由谁来负担 当然就是由我们 我们这一代的人 政府给我们加税 我们来克税 这一代 那政府第二个 这个财政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 举债 举债可能包含了什么 发行国债 政府公债 或者是印钞票 这些都不管你是发行公债或者是印钞票 这些都是什么 政府去举债 举债这个钱要不要还 要还 这个最好 那上一代的人呢 搞不好都死了也不会讲话 所以 政府来讲 如果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财政来源要从 收入来源要从哪里 最好是从克税 但是 我们知道说 克税来讲是比较负责 但是一般人民的话 喜不喜欢加税 没有人喜欢加税 但是你如果把观念想一想 你如果不加税 他不是叫以前人负担 就是叫以后人负担 那政府来讲 反而他压力是比较小 所以说有很多的民意代表或者很多人讲说 我都反对 反对加税 其实有时候在想说 反对加税是不是最 最负责任的方法 不是 其实 重要的是说你要严格的监督的是什么 他的支出是不是合理 钱有没有乱用 有没有 有没有浪费 有没有无效力的 如果说是有的话 有严格的监督以后 再来的话怎么去找钱的话 那其实是 加税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 就是说 因为最少政府要 加税的话 人民是有感的 人民是可以 表达 是会表达意见的 那你如果说是举债 或者是变卖国有财产 可能人民的反应就比较会 不会那么大声 那这个是我们 这个 财务 理财的原则的话 我们大概 我们一定要先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讲 政务预算 我们在讲的是哪一块 我们是在讲的是讲公共理财 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有很多地方就是从这个量出维入这个来看 那量出 量出维入这个 这个预算来讲 预算都是透过什么 预算书里面来讲 其实 它是属于广义的什么 会计协里面的 的一部分 预算制度是一般在会计协里面会交到这些 那预算既然是会计协 那你知道说 会计协里面 它有很多都是透过什么 透过数字的表达 对不对 都是阿拉伯数字 数字 数字会不会说话 我们时常都听到说 数字会说话 大家都听过那数字怎么说话 数字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数字的如何来说话 我们来看 比如说 我在黑板上来讲给大家一个数字 一百七十七十 问你说这是 什么意思 你们一定跟我讲这没什么意思 这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我在说什么 没有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我再把它多加一个说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问你说什么意思 你们会不会跟我讲 老师是不是要跟我讲 讲是一个人的 身高体重 对不对 大概 是不是我们 我们的沟通又进了一步 举个例子来讲 一百七十七 公分七十公斤 比如说以前我当校长 你知道说现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 女老师 或同事 都 都没有 还没有结婚 很多在学校有很多 那校长来讲很热心 讲我要给我一个 某一位 女性的同仁介绍一个男朋友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要给 我如果要给人家介绍的话 我是不是要 给人家一些基本资料 要不然 你要介绍什么 基本资料可能包括说 他的什么学历背景 什么什么 讲很多 那其中有一项 我会不会跟他讲 这个对方男的大概长得什么样 那一个方法的话 如果说我跟他讲 讲说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我们一般人想到说 这样子的身高体重 以东方男性来讲 大概你脑海会浮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大概长得是什么样 是不是大概是一个中等 中等身材 一百七十公分 普通而已 也没有说很高 也没有说很矮 那七十公斤也是差不多 大概你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你脑海会出现的 大概是 一个中等身材 那如果说 我给他的一个数字是说 一百八十公分五十公斤 你会想到这个人 大概是想瘦瘦高高的 甚至 五十公斤会不会太瘦 太瘦会不会想到甚至像竹竿一样 对不对 这个是 那如果说再过来的 我如果跟他讲的是讲 一百六十公分八十公斤 会不会变成是矮矮胖胖 这个 我们你看 我如果说我要跟一个 一个同事介绍说 一个另外一个人是这样 他没有见过 不知道的清醒之下 我给他一些 三组不同的这些数字的组合 他脑海会浮现出来的图像 长相是什么 但是这个 他没有见过 但是他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判断说 大概对方是 属于什么样的身材 同样的 我们知道说 数字会说好 我们在现实 生活里面有市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有没有买股票 有你去买股票 你为什么你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你有没有参加这家公司的经营 没有 你不知道你不是他管理 但是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买的 我会 从他的财务报表里面 我可不可以从他的营业额 我知道这家公司的规模大小 这个公司一年营业额好几百亿 或者是说 这家公司 一年营业额只有一两千万 这个是不是规模大小 是不是 我没有参加这家公司 我不了解 但是从这些数字 我可不可以知道说 这家公司的状况 他的 营业额我可以知道说 他的规模大小 那比如说他给我说 他的 获利率 存益率 一年是获利是15% 跟一家获利只有3% 那我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他的 营业能力的好不好 或者是说 他里面的资产的结构是什么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 我们可以透过数字来 帮助我们来怎么样子 来了解这些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 数字会说话 数字就是透过说 你不同的组合的时候 呈现的话 会让你能够知道说 这个 这个就是说有很大的一个什么 这一个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就是沟通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说 这些 透过数字的话 是不是会很具体 而且是怎么样 说的人跟听的人来讲 会不会差距很大 如果说我 我是要跟 跟某一个人介绍说另外一个人的外形 我用这个 用他的身高体重 这个 大概他出现 我讲的跟他想的不会差很多 如果我说的是比较抽象的形容词 那可能来讲 那就是会 可能我讲的是 什么东西跟他听的可能是 会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问路 你问一个人他如果跟你讲说 前面差不多在500公尺 大概我可以讲说 500公尺大概多远 他跟你讲说不远 这个不远 每一个人的不远可能就差很多 对不对 我说的不远可能跟你说 你说的不远可能 可能就差很多 这个就是什么 学会计跟学别的东西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 以前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那个什么 有一个那个电视节目看到那个 宜光中在讲讲说 有一篇他写的诗 午后的厦门街 台北市厦门街 有没有去过 我有去过 这个 午后厦门街 他的写是什么 午后的厦门街 阳光照在那只 蓝蓝的小狗的腿上 那怎么怎么 我第一个想的是说 厦门街我去过 厦门街是这样子吗 那这个是对他们写文学的人来讲 他们在介绍 厦门街的话 他们就是 讲的是什么 午后的阳光 怎么说 你听起来可能你脑海出现的是一个很雍然怎么样 那如果说像我学会计的人来讲我来介绍厦门街我会怎么样 我可能我会写说厦门街位于台北市的什么区古亭区然后 他是一条长夜多少 800公尺的什么街路 然后门牌第 第1号的是什么第2号是什么 会不会听起来就很没趣 对不对 你看跟那种想象空间就差很多 你看那个 人家介绍厦门街从阳光从小狗 什么讲到什么 搞不好还会帅哥没你都出来了 那你说像我们学会计我们可能就讲的 他是一条多少 多少公尺的什么像 的街道 什么 门牌几号到几号 那几号是卖什么 几号是做什么 听起来就觉得很不浪漫 但问题是 哪一个 哪一个的话会讲的比较具体 大概就是 会计就会 那数字来讲 怎么说话 就是这样子来 帮我们说话 那 这些说话的话 就是说 可以让我们来知道说 我们 预算来讲 我们是属于 预算所呈现的 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数字 那你怎么样子从这个数字里面去 找看得懂 他预算在呈现的时候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里面是 以前我们看武侠小说 通常武侠小说的 情节都是一定 一个什么 男主角一定是说 又忠厚又老实 又帅的又什么 然后被人家欺负 哪一天不晓得他去深山 或哪吊到哪 他剪到一本什么 吴智天书 然后就是在那边开始看 突然觉得 功力大政 然后出来 很多武侠小说是不是写这样 是 但问题是 这个吴智天书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小说里面 说可以让你功力大增 但是吴智天书 一般人看得懂看不懂 可能 这个就是有很多要汇根 你没有汇根的话给你 吴智天书 可能 像我们一般人我们可能 也看不懂什么东西 但是 预算书来讲 我实际上都讲 预算书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有智天书 他里面都是数字 都是字 但问题是 看不看得懂 可能很多人也还是一样看不懂 吴智天书很难看 这个预算是有智天书 还是很难看 那你要看的话 你一定要先知道说 他都是透过数字来表达 你要先知道说 那数字他会说话 数字怎么说话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说 那预算资讯的一个架构 我们再讲讲说 整个的预算来讲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预算是什么 但是预算来讲 他的一个目的不是只是 要编一些数字 他的目的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 他是一个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一个什么 沟通的桥梁一个沟通的工具 因为政府的财政来自于人民 所以他必须要跟人民交代 所以说他怎么样 他的目的是要来作为跟什么 跟人民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手段 那取得人民的同意 这就是我们的 预算资讯的一个目的是在这里 是要让人民了解 但问题是 你要了解这个 用说得很快 但是你整个 制度上要怎么架构上 要怎么让达到这个目的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一个什么 预算的一个编制 那预算编制来讲 我们知道说预算他本身是 会计协里面的 我刚才有讲的 会计来讲 你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来讲 可能你不知道会计在 讲什么 同样一件事 我刚才讲的说 大一的新生第1年进来 他没有学过会计的 他可能编出来或写出来的什么 的财务报表可能就是 乱七八糟或五花八门就很好笑 但是 这种东西的话 他是一个很专业 那我们一般人来讲 有没有能力做 没有所以预算的编制 通常是由谁来编制 由政府各级政府机构来编制 所以我们政府的每一 每一级单位来讲 他都一定有什么 有会计主计人员 那他们都是要怎么样 做很多的这些什么 很多的工作都在做这个 预算的编制工作 那编好了以后啊 我们知道说 预算编好了是不是就预算就能够达到他预算目的 不是啊 因为人民会想说 这写嘛你自己就写的 你 你这个 你写了以后 我怎么相信你 对不对 而且你会不会乱写 所以说 你预算编制好了以后 要经过一个什么 审查 那审查是由谁来审查 理论上来讲 因为他是要跟人民沟通 应该是由人民来审查 但问题是 现实上有没有可能做到每一个人来审查 来 来 对这个预算表示意见 不可能吧 所以我们就是要通 通过一个什么 代议政治 所以说 审查的话 所以我们的预算数 一定要经过什么 各级的民意机构 比如说在中央 中央政府的预算就要经过立法院 那如果地方政府的话可能就是什么 各级的议会 议会有经过审查了以后 他代表人民来审查以后 审查通过了以后 这个预算数才有效 所以说是审查 那审查完了 你编制也经过审查以后 那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一个预算就已经完成 没有 因为预算所呈现的都还是一些什么 一些数字 而且还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还要有一些什么 刚才讲的 数字会说话 可能就是我们需要 来看得懂 预算或人民要 说明或让人民了解你这个 那就要经过这些什么 沟通的这些 程序 那经过这几个程序以后 才可以达到我们整个 预算资讯 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目的 这是我们一般 在了解预算制度的话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子 他的一个 怎么按不下 OK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的话就是说 了解预算的 那我们接着看这预算相关的名词 那我们把他的这些 预算有关的名字 其实很多啦 但是 可能我们一般人我们也都是只有说 概念上知道预算什么 但是其实 在我们整个的预算法里面来讲 我们 对于各种的名词都有他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既然想要了解 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名词都跟大家做说明 但是有几个 比较基本的 我们需要知道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说 最常见大家搞混的什么 盖算议算案法定议算 还有分配议算这几个啦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几个是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在 我们在媒体上报纸上会看到但是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 预算法的第2条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名词 各级主管 各级主管一起施政计划 初步估计的收支 称为什么 称为盖算 这个只是 还不是确定 只是一个什么 估计的收支 我们就是 把它称为盖算 那 预算如果说 盖算如果经过调整以后就变预算 但是预算 我们刚才有讲 预算一定要经过一个什么 立法的程序 就是要经过什么 立法机关 就是立法院的审查 才叫做预算 还没有 还没有经过这个程序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 预算案 预算案能不能执行 只是一个方案 但是还不能 还不能 政府还不能根据 根据这个 只是称预算案 那 预算案的话 经过立法程序 而公布的话 还称为什么 法定预算 那法定预算 可不可以执行 就可以执行了 那法定预算里面来讲 因为我们知道说 立法院审查来讲 可能是对行政院或各部会 各个 比如说对教育部有预算 但是教育部 它是一个单位 但是教育部下面还没有很多单位 有 所以他这个法定 法定预算由各机关 依法 分配的计算 就是什么 分配预算 所以说 这个是我们在预算法里面 对各种的这些 预算的概念 有不一样的这些定义 那我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像以前我在当校长 那学校的话大学学校是不是 每年我们学校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什么 是不是要招生 对不对 哪一个 每个学校 尤其像我们公立学校的话 我们要招生 那招生的话 招生这个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活动 那招生这个活动要 你要办招生要不要钱 要不要用到经费 要啊 那经费的话 我们要办 我们要办招生 我们要经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 需要编预算 你没有预算 我们公立学校 我们可不可以用 用这个钱 我们招生 我们要不要请老师 要命题 要不要给他命题会 我们是不是要 布置考场 要不要租教室 教室要不要场地会 还有各种 你要不要 要不要招生宣导 要不要宣传会 要不要 现在的 这个什么 招生 要分花 要要 要电脑作业 要不要电脑作业会 要很多的钱 那这些钱的话 我们 既然是要 要花钱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个预算 那预算我们怎么做 我们程序上来讲 这个我们招生是我们 必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 需不需要说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来 编一个什么 编个一个概算 概算是什么 因为 我们知道说 我预算要多少钱 我是不是要根据什么 我的招生人数跟什么 我招生的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来自于哪里 是不是 考生的报名会 对不对 那是报名会跟考生的报名人数是不是我的机会来源 但是我一开始我知不知道我 我实际上有多少人来报名 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我根据去年的 报名人数 我可不可以推估 比如说去年有1000个人报名 我只要推估说今年大概1000个 每一个如果说1000块的话 那假设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推估 我这样收入是不是100万 那这一个的话 我用估计来的 这个叫做什么 我先编这个表 这个叫做什么 概算 对不对 因为这个 到底人是不是真的1000个 不知道 我只是根据以前的 历年的这些报名人数 我把它推估超过1000 1000个人报名 这个是一个概算 那概算案来讲 怎么样子 那可能等 我就先编个概算 那可能就是 随着时间经过 我是不是开始公告 那真的有人来报名 那如果真正 来报名的是1200人呢 那这1200是不是就已经是确定的一个人数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要把 概算根据实际上真正的人数 我把它 把它编一张叫做什么 预算 还没有经过 审议 所以这人 只是叫做预算案 对不对 那这个是根据实际人数所编的 那这个预算案的话 我还要经过什么 要经过我们学校的一个 招生委员会 你这个 你这个去审查说 你这个收费这样合不合理 你这些钱 你这个 1200个人 如果一个人 说报名1000块 的话是 120 120 你可能用在老师的命题会是多少 用在场地会是多少 用什么 这个是不是 他们去什么 招生委员会去审议 如果审议过了这个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预算案 那预算案 结果审议就叫预算对不对 就法定预算 那这个预算以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按照这样去把 这个钱付给这些 命题老师啊 去给人家借 借教室场地会什么 这些钱就花 那执行完了以后 再变一个什么 绝算案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的 预算法 第二条有关的 这一个什么 这些名词啊 这些很多人来讲可能都 没有说 搞清楚这样子 那 那第二个来讲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基金的种类啊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一般会想到政府 预算就是只有想到 各个公务部门或者行政单位啊 他的这些单位 其实我们政府有很多的 支出来讲除了这公部门或者各单位的 的执行以外 其实我们有很多还是透过什么 透过基金的这种方式来讲 而且基金来讲有的 的时候 他的一个规模啦 因为像国发基金有的都是 好几百亿好几千亿啊 金额也都很大 那这些的话要不要在我们预算审查的时候 要不要要不要列入 要 所以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除了公务部门的 的 预算要审查以外 连基金也要审查 那基金的话可以 分为普通基金跟特种基金这两大类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基金是指 用途一定是现金或其他资产 这个叫什么 基金啦 那基金的可以分为两大 一个是什么 普通基金一个是特种基金 普通基金指的是指什么 一般用途的基金 我们预算法里面你如果没有特别指令用途 就叫做什么 一般 一般普通基金 那如果说有特殊用途 就叫做 特种基金 那在我们预算法里面 我们所 明定的特种基金的话 有这六大类 有营业基金 债务基金 信托基金 作业基金 特别收入基金 跟 资本计划基金 营业基金的话就有点类似 以前我们的国营事业 他这个基金的话本身要什么 要 自付盈亏 像以前的国营事业 他本身要 要不要负责这个什么 自付盈亏 要 那 债务基金呢 债务基金就是说 你这一个可能是为了要偿还债务所累积的资金 像以前 我们在十大建设的时候 我们要盖高速公路 那我们没有钱的话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向外国借钱 借钱要不要还 当然要还 但是这个还的话可能 你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后要还 但是那个时候一还可能是一笔很大的钱 你不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再去找钱 所以他可能就是每一年每一年的时候就是 把一部分的钱拨到哪里 这个债务基金里面 那二十年后他就有钱还 那信托基金是什么 因为有时候政府有一些基金来讲可能是怎么样 比较专业他必须要委托 委托给别人来经营管理的 这个比如说像我们教育部有这个所谓什么 协产基金 协产基金是什么东西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协产基金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人他可能 他想要兴学 所以他把他的土地 或把他的钱捐给什么政府来办 办教育用的 或者是说有些土地是可能到后来是没有人继承 或不知道谁的 那就是说 政府的话就给什么 给教育部 那教育部本身会不会 会不会经营管理这些什么不动产这些土地 不会 所以他就什么 也成立一个什么 一个信托基金 委托给一些 专业的人来做这些 那还有像我们的那个什么 劳保基金有没有 我们政府会不会买股票 也不一定所以说他有时候就会委托给外面投信 这一种信托基金 那作业基金呢 作业基金其实跟我们的营业基金是很类似 但是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作业基金他本身不负担 不负担盈亏 这个比如像以前我们的学校我们是国立大学的话 国立大学的本身 他也是一个作业基金 我们学校政府给我们钱 那我们钱 付老师的薪水什么 这些钱花了以后 就这个钱 但是 我们这个 跟 营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营业基金他可能也要 要追求是什么 要获利多少 作业基金的话 像学校一般来讲 他是一个作业单位 所以给他一笔钱做他基金 但是 他有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赚多少钱 没有 那特别收入基金的话 那是说 有时候我们有些基金是基于特别的 这些收入 像以前 这个我们 有烙金捐 或者是说有什么外销的这些基金 那这种你一个 进出口的时候 他 一块美金就出货 一块的新台币的 什么 的钱 那这个钱的话就累积了 就是什么 特别收入基金 那资本计划基金是指的是说 我们可能 政府除了刚才讲的是 债务基金 我先做了 那给人家借钱以后来还 另外有一个是说什么 可能 以后我打算要做什么 但是以后要用很多的钱的时候 我现在就开始来 筹凑这个钱 这个就是 资本计划基金 这些都是你名字的介绍 那再来的话就 议算第16条是 把我们的议算 我们在讲议算的种类 议算种类的话 包含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讲是说包含的 总议算 单位议算 附属单位议算 分议算 那总议算是指 政府全部所编的议算 这个叫什么 总议算 这个比如说 我们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是不是都有编 中央政府总议算 对不对 中央政府总议算是以谁为对象 行政院 对不对 那行政院他的议算是不是只有行政院 他院本部不是 行政院他下面有内政国防外交 他把所有的各部会的议算 并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什么 全部政府全部 所以 最构成的一本什么 中央政府总议算 那知道这个 总议算的 总议算的 功能在哪里 因为 你透过总议算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那我们政府的 财政规模是多少 我们整个政府行政院来讲 他不是只有行政院 是还包含他 他各部会 那这种叫做什么 总议算 那总议算 那总议算如果知道有 那接着的话 他下面就有什么 在按照各个单位的话 你在执行在审查的时候 你不是只有对行政院 他他这一个议算来来看 比如说行政院的一年的总议算是一兆2000亿 那你就照1700亿来看 不是 他还会怎么 还会再细分到你下面的 比如说 他的内政部 国防部 外交部是多少 那这些的话 就叫做什么 单位议算 每一个单位的话 总议算下面有单位议算 那单位议算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 我们一般人会想讲到说 议算都是只有公务部门 其实不是 我们很多正式的推动 政务的推动 除了说 这些组织的公务单位以外 也有很多是用什么 用各种的基金方式 来推动 所以这个基金也是要审查 所以我们的 单位议算可以分为什么 公务议算跟 特种 特种基金这两种 那公务议算是指着 机关单位之议算 在 比如说中央政府总议算是指行政院 行政院下面所属的什么 内政国防外交交易经济财政各部会的话 这个就是他的什么 公务单位 他们 比如说内政部的议算 那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公务单位的什么 一个 一个单位议算 好那除了这些公务单位 我们还有很多行政院还有很多什么 基金啊 比如说开发基金 行政院开发基金 那个金额大不大 也很大啊 那要不要审查 也是要审查 是指全部编入的这个才叫做一个单位议算 这个基金 我们知道基金有的又是说 你是要全部 全部编进来 有的是什么 一部分编进来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要把它列到这个单位议算是指全部编进来的 好那 再来的话单位议算完了以后 下面的话就是什么 互属单位议算 他的 层级来讲又跟 这个又不一样的话是什么 他是指 一部分编入 这个 我们知道说 很多很多单位的话都有他的一个什么 互属单位啊 像我们经济部下面有一个什么 也有各种的互属单位啊 那互属单位他可能怎么样子 他也是具有公家单位的性质 但是他又不是 全部都是公家单位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 互属单位议算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很多 我们 像 我们的雇工啊 雇工来讲 雇工是隶属在哪里 雇工是隶属在教育部对不对 雇工的话他本身 他 有没有预算 有 但是雇工的预算里面 他有一部分是跟公务有关 但是雇工他另外有一部分是什么 他雇工你进去要不要买门票 那他里面还有很多换卖很多东西 他也没有这些收支 但我们预算有没有管到这些 可能我们只有管的是只有管公家的部分 所以他是一部分编入 所以 像这种的话又叫做什么 附属单位议算 所以说 这三个总预算 单位议算 附属单 他们有他们的这些关系 那 分预算又是另外一个 那我们 依照机关别或基金别所编的 又 再来编的话 这就叫什么 分预算 这个都有点枯燥 这个都有点枯燥 因为这些都是预算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些名字 但是需不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 因为有很多人是 你如果说没有看的话 他可能都只有报纸上看 但是不知道说他在做 他在讲什么东西 那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就是 议算的审议 那议算审议的话 因为议算 我们 今天在讲的是讲议算审议 那议算审议怎么审议 这个是在我们议算法48条到53条 议算法都有规范出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审议 第一个来讲 一些比较重要的说 应报告的事项 施政计议跟税入税出 议算的编制过程 这个是议算法里面规定是说 议算审议的时候要有一些什么 基本上的一些报告事项 那为什么要这个应报告事项 因为 这个有议算法这一个规定的时候 要不然其实我们知道说 行政院跟立法院是不是平行机构 对不对 行政跟立法是平行的 行政院有没有必要来跟立法院做报告 如果没有法律的要求 其实行政院是 不是立法院的下属机构 但是我们 议算法的话就有规定说 你立法院的行政院要 就施政计划跟这些编制过程要来做什么 来立法院做报告 所以每一年在议算审查的时候 行政院院长要率各部会所长到立法院来报告 他根据的就是根据议算法的 这些规定 那有这个规定以后他 才有这个法院 那第二个就是审议的方法 就是说 税初 你要审议要审一些什么 大概 审议其实是什么审都可以 但是 这是议算法规定的 你必须要审查的一个 对象 包括什么 税初规模 议算的移错 计划的绩效 优先 顺势 这些是议算法规定 你 你立法院 你立法院要什么审查都可以 但是这些是 他 议算法规定说你一定要审查的 那 这里面来讲 这个请注意一下 这个我们议算审查 议算法是规定 一定要审查什么 税初规模 有没有规定说你要审查税入规模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 因为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过 公共理财是 量出为入 对不对 所以 对于支出的控制 是不是比对收入的控制更重要 所以我们议算法里面来讲 所以就有明文的强制说 你一定要对什么 税初规模你要审查 那你税入的话他没有强制 那没有强制是不是代表你就 就可以 就不用审查 不是你要审也可以 但是你不审也可以 但是最少税初的话 议算法是要求你 立法院一定要对于 税初的规模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法 这些一定要审查 那当然除了税初规模 还有这些 余错 绩效 顺息这些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有关 预节跟公布啊 我们这个预算法的规定是说 你我们预算审查要在 会计年度开始前 一个月 预节 15日前 由总统公布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定出来 因为我们刚才是不是也有讲 讲说你如果政府的支出 如果说没有预算 能不能用 你即使有钱你也不能用 那你预算没有经过 立法院的审议 没有经过 民意机构的审议 有没有效 也没有效 所以说 这个民意机构的审议 对于公务 单位的 执行 公务的执行 有没有很有影响 有 所以说他为了怕说你预算 你预算的延迟以后会 影响到公务部门的推动 所以 预算法也有规定是说 会计年度前一个月 一定要预解 15天前有总统公布 因为这样 你明文定了以后 他才不会说什么样 到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会计年度开始 是不是政务就要继续推动 到时候变成 你没有钱 连薪水都花 如果 严格讲起来 你连公务员的薪水都不能花 你如果预算没有通过的话 所以 为什么每一年来讲 立法院市场 这什么挑灯业战 什么 要赶的 就是预算法 这个如果说立法院没有通过 是立法院也为法这样 第四个是说 这个预算法也有 我们 对于预算的审查 除了通过跟不通过以外 也可以来附加条件或者是 期限 所以这个是付以立法院对于 预算的审查 除了说对 做成通过不通过 也可以什么 我通过你但是要你要 继续要做什么 你比如说 你这一个支出一定要 要做什么 要公开招标 要做什么什么 或者是一定要做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限期你 不是给你钱 而且要求你一定要什么是完成 可以有附加条件或期限 那第五个来讲 也得限制议题跟人数 这个预算审查的时候 这个 你立法院吵吵闹闹的话 可不可以来限制人数跟议题 也可以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说 我们现在印象中看到说 电视上看到 好像立法院吵吵闹闹闹 其实你有真的来看 他们吵吵闹闹来讲 他们其实是乱中有序呀 因为议算法里面有一些 基本的规范的事情 立法院也被约束到 所以你看他吵吵闹闹闹 但是怎么样 你真的知道你的议题跟人数 他也都可以什么 可以限制啊 那你这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拖啊 但是你 再怎么拖的话 你一定要在什么 会计年度开始前一个月里面 就要一节啊 这个就是我们 这整个的议算的审议的话 议算法相关的规定 那我们 以上是跟大家 就议算的 审议的这些 一些基本的这些观念跟大家说明以后 我们再接着的话 那我们就再更具体一点来看 那议算书的範例啊 我们知道议算是一个概念 但是 议算的话落实在哪里 他的一个 具体的东西就是呈现在议算书嘛 那很多人都 说不定都没有看过议算书啦 那一般来讲 议算书就是长的是这个样子 他跟他的内容 议算书的话 就是一个封面就是说 这是比如说 这个我只是举例啦 这个中央政府 那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 比如台北市或新北市或者是彰化县或者云林县 各个 各个单位都有他 但是 他的一个内容都不外乎这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封面嘛 封面大概就是 长得这个样子 让人家知道说 像这个是103年度 104年度的 开始没有 可能下个月就要开始 就会送来什么 送来立法院啦 因为104年度是 明年就要执行 所以 他们在下 下个月就是 9月份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就要进行104年度 那他的一个 这是他的一个封面 那议算书里面的内容 内容有哪些呢 我们知道说议算书的话 各个不同单位的话 都有不同 像中央政府总议算的话 每一年的话送来的话都好几百本啦 每一年的话大概是下个月的话 立法院的工友就会用推车推给 推来送给每个立法院就是 那个都是柜子都摆得满满的 那 这个 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单位 都有他不同的这些什么 议算书 但是议算书会随着不同单位的话 也有不一样 比如说你教育部跟经济部的议算书跟交通部 议算书会不会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啊 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但是他的内容 都不外乎包含的这些啦 他的内容的话大概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什么 议算的总说明啊 第二个是主要表 第三个是 付属表 这三大类啊 好 那这三大类来讲 好 我们 来看一下说 你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机关的话 那也不同的 但是 他的 可能像 立法院的可能是宝宝的一本或者有很有些单位比较单纯的宝宝 你说像经济部或交通部那可能一本议算书就厚厚的一大本 但是不管他是 他的单位或者是说他的内容多寡但是他的主要的分类都是 总说明主要表吃要表这三个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大家做一个 总说明的话通常都是这种 文字性或叙述性的 那通常都内容的话会 把你这个机关的执掌你这个机关要做什么 还有你今年度你这个部 你这个单位的话你的施政方针你要做什么 做一个叙述做一个交代 好因为经过这样子的叙述以后 人家人民或者立法院才会立法院才知道说 那你大看你今年 你这个单位的性质 或者你的 你的执掌是 还有你要做些什么 好那 你议算才会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总说明的部分 当然里面很多啦 那我只是把它印一下 通常都是用文字的叙述方式做一个 介绍说明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 主要表 我们刚才讲说 他的内容的总说明还有主要表 那主要表通常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这三个主要表 第一个是 税入的来源表 这个告诉你说 那我这个收入到底有什么 税入大概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是我的税入来源表 那第二个来讲是什么 主要表最主要有三个表 除了税入以外 第二个就是什么 税出的正事别 好请注意啊这是按照 你这个要做什么 正事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 这个税出的话就是你钱要用到哪里去 用到哪里去的话你就要交代说 我是用到什么事 比如说像教育部来讲可能 这里面会用在高教的 大学的或者是 用到这个国民教育是多少钱 用到 中等教育是多少钱 用到大学教育或计职教育多少钱 就是按照什么 正事别 这个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花多少钱 那第三个主要表是什么 第三个主要表也是 也是一个税出的表 因为税出我们有没有说 预算是 税出 比较重要 对不对 所以税出他交代表 刚才是指的税出的什么 正事别是说你要做什么事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按照机关别 机关别就是说 你这一个税出的话是用到哪一个机关 这个 比如说内政部 内政部里面他有什么 他有护证师 有什么事 有很多个 那每一个单位里面来有 内政部里面来讲他有警证署 警证署用多少钱 内政 护证师用多少钱 那是按照什么 机关别 这个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想要知道说你钱用到什么地方 也用到什么单位 这个都是他的 这三个表就是属于什么 我们任何一个 部门他所编的表 都是 这三个表都是 一定要有 所以就把它叫做什么 主要表 那另外再接着的话就是 附属表 附属表来讲就是 最主要是针对 刚才主要表以外来讲 他再加上什么 你认为说有需要表达的报表的话 就这样 那这个附属表 他就五花棒 不同单位之间可能他的附属表就完全不一样啊 那有的单位附属表可能十几张 有的 单位的附属表可能是上百张都有可能 那这个就是随着说 你看那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把税入项目的说明提要表 你可以把这个 说明的话 税入刚才只是一个主要表只是一个 税入 但是他再把一个 你税入里面再进行来说明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报表的 预算 预算书的一个换例 那 一归 一我们 排定的时间 现在 应该是到我们休息时间啦 那我们是不是说 就休息十分钟 再接着再继续来我们 我们的课程这样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隔远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谢谢